老牛嗜毒 出处 南朝 宋 范叶 后汉书 杨彪传 嗜意 嗜毒 老牛舔小牛 像老牛舔小牛那样的亲子之爱般情深 比喻父母对子女的慈爱 也比喻对自己喜爱之物的珍视 历史典故 杨修自恃甚高 经常以自己的智慧揣摩曹操的心意 义和苏 门中有活的故事 无不体现了杨修的智慧 但也因此引起了曹操的猜疑 一次曹操带兵攻打汉口 不料却吃了败仗 只好先驻扎在斜谷借口 再做打算 曹操心里盘算着当下的情形 不能进又不能守 进不好取胜 退又丢面子 正当犹豫不决的时候 厨师送来一碗鸡汤 里面有几块鸡肋 不禁引发了曹操的感触 就在这时 夏侯敦来问夜间口令 曹操不加考虑地说 鸡肋 鸡肋 杨修听到这句口令后 便开始收拾行李 做好回家的准备 夏侯敦看了十分不解 便问杨修为何 杨修说 鸡肋者吃他没肉 丢他可惜 我们现在尽不能取胜 退又怕惹笑话 丞相刚才说鸡肋 一定是准备回去了 所以我先收拾行李 免得到时手忙脚乱 曹操知道这件事以后 急恨杨修看透了他心意 便借口杨修扰论军心 将他以军法出展了 一天 曹操见到杨修的父亲杨彪 看到他憔悴的样子 吓了一跳 问 您最近身体不舒服吗 为什么瘦得这么厉害呢 杨彪没有正面回答曹操 而是说 匈奴贵族金日丹 乃汉武帝的近尘 他的两个儿子 身受汉武帝的喜爱 还被接到宫中抚咬 后来金日丹察觉 他的两个儿子 淫乱后宫 就把他们杀了 免得生出祸患 真是惭愧啊 我没有金日丹那样的先见之名 没能教育好自己的儿子 让他落得如此下场 大人 不知您见过田里的老牛没有 他们跟完田后 总是和小牛腻在一起 还不时地用舌头舔着小牛 看到这样的场景 总是会让我想起我的儿子啊 杨彪一边说 一边流泪 成长心语 慈母手中献 游子身上衣 年行秘密逢 一孔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 抱得三春灰 梦娇的游子银 让我们领略到了 母爱的无私与伟大 虽无言语 也无泪水 却充满着爱的纯情 扣人心弦 催人泪下 孔子曾说过 父母在 不远游 他想要表达的 不只是子女 应该守在父母的身边 尽自己的孝心 还应该有另外一层意思 子女出门远离父母 给父母带来的 只会是无尽的思念 所以 无论如何 你都要记住一点 你是父母 一生的牵挂